王者才称真龙,征服要不要杀戮。 在弱肉强食的封建时代,各路霸主争夺地盘,扩大势力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战争,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吞并之争,还是抵抗侵略的守城之战,战争都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历史的走向,留下它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古往今来,开疆拓土,成就霸业历来是无数英雄人物的志向,胜利常见,但能成为真龙者,寥寥无几,竖尽风流人物,究竟怎样的胜者,才能称之为真龙? 以弱胜强一直以来,是对一个军事将领莫大的肯定,说到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奇迹之战,奠定了三国鼎立基础的赤壁之战尤为昭明,前前后后有许多快制人口的经典细节。 公元前208年,曹操率领水陆大军,号称百万,发起荆州战役,然后讨伐孙权。 孙权和刘备组成联军,由周瑜指挥,在长江斥立一带大破曹军,从此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。 初始,孙权见刘备心白,又甚于号称百万的曹军声碑,对联军一事举其不定。 周瑜、鲁肃与诸葛亮等人精辟分析形势,指出曹军弱点,检定了孙权抗草决心,命周瑜等人率三万精锐水军,与刘备联合共约五万。 曹军面对大江,失去为师,战斗力差,草操下令将战船相连,减弱颠簸,终于鉴于敌众击寡,决意寻击速战,不讲黄盖针对曹军连环船的弱点,建议火攻,得到暂许,黄盖假意投降,拉开了火烧赤壁的序幕。 势必大战后,刘备成胜取得武陵、长沙、贵阳、陵陵等四郡,四年又任兴周末,奠定了壮大发展,近距一周的基础,曹操吸取失败教训,大兴水军,近控江淮,与孙权对峙,孙权未抗曹,继续与刘备联盟,任其在荆州发展,三国鼎立格局逐渐形成。 这天下战役,不是势强凌弱,便是以寡敌众,以胜以赴,乃兵家常事,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展现着战法的锋芒,还闪烁着军士家的智慧。 纵观历代,除去这场燃烧着智慧的火焰,流传千古的战役,还有着其他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,为后世金金乐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王朝, 周五王亲自率兵东正,行至木野,与商朝军队一战,战前,周五王庄然逝世,隶属子心商周王子的种种暴行,周军将士们士气大振,即为尚书所记载之墓事。 此心经文周军来袭,因商军主力远在东南,无法历时争调,便仓促武装大批奴隶,战俘,连同军队一起迎战。 据文献记载,地心出动的兵力有十七万人,远远多于周军的四万余,周军先由吕尚帅数百名精兵上前挑战,震慑商军并冲乱西阵脚,然后周五王亲率主力跟进冲杀,将对方的阵形彻底打断。 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全无斗志,纷纷倒戈,此心建大势已去,自焚而死,被俘的一百多位商朝大臣,被带回周京,作为武王继组的人生被杀死。 正是牧业者的地方,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大业,武王登上了天子的宝座,朱武王继位后,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,政治才能,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军。 纵观这几场以寡一众的战役,智慧不言而喻,但谁就能算是真龙呢? 朱武王德才兼备,处世果断,称之为真龙者,丝毫不为过,周瑜雄烈,胆略坚韧,文武筹略,乃江淮之姐,单真龙一鸣,也不虚妄,怎样的圣者才能称得上是真龙,兼备德才还是能文能武,非一家之言所能断定。 就好像在迄今为止,最讲究平衡和策略性的策略游戏真龙霸业,真龙霸业3月8日全平台开测,在这里,你可以开江阔土,征服一族,成就霸业,为华夏而征服,那么你会用什么方式来成为你心目中的真、笑抽? 看真龙霸业报效盘点中外战役点击阅读原文即可下载游戏。